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结合当地的地理环境构建的独特的人类居所 这些各不相同的民居不仅仅反映了一个民族生存的空间 更成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地理标志 今天我们要给您介绍的也是一种民居 但是这种民居更加特殊 也更加不容易见到 因为它是一种会衍生的四合院 平路县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南部 距离太远425千米 平路县北靠中条山南陵黄河 是一个山脉与河流之间的狭长地带 而传说中那种隐身四合院 曾是这里独特的民居形式 那么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院落 为什么仅仅出现在山西南部的平路县 今天那些会衍生的四合院是否依旧存在 这些问题吸引着众多地理和建筑专家 初冬时节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刘托 与地理中国栏目组一同前往平路县 试图揭开那种神秘院落的地理谜团 平路县位于黄土高原的南部边缘 自古就有平路不平勾三千的说法 而来到平路县后 我们果然看到了黄土高原特有的千勾万赫的地貌景观 然而让考察队感到十分费解的是 这里的民居并没有什么奇异的结构 看上去都是北方农村常见的平房 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 这样的房屋大多建筑在沟壑的顶端 几千米之外就能被清晰分辨 根本无法与隐身两个字联系在一起 那么传说中那种会隐身的四合院 究竟是什么样子 他又会在哪里呢 当考察队来到平路县张殿镇时 当地流传的一个故事引起了流托研究员的注意 1938年 新华日军与中国军队在中条山地区积占数月 他们急需补充粮食 然而当日军进入地图上标注的张殿镇时 惊讶地发现 这个地方竟然没有一户人家 日军指挥官认为 也许是地图出现了错误 于是日军调转车头离开了张殿镇 这使得张殿镇裹过了一场劫难 流托研究员推测 当时保护全镇百姓免遭涂炭的 很可能就是传说中那种会隐身的四合院 那么那种连当年的侵略者都发现不了的院落 我们又该到哪里去寻找呢 当时你来前进进这个区庄以后啊 看不到这个房屋 该开房以后 现在大部分都策建这个平房 有得改进一个小楼房 村民们说 那种传说中会隐身的四合院 现在已经很少了 只有几个老年人依旧居住在那样的院落中 为了让我们能够亲眼见证这种神奇的建筑物 在文化站的站长张和成 与村民王守贤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镇东北一块平坦的场地 我们随着王守贤手指的方向望去 却看不见任何地上建筑 只是透过低矮的树丛 隐约看到平地上一个长方形砖细的边框 看到平地上升起的吹烟 随着我们一步步接近 在我们的脚下竟然出现了一个方方正正的院落 原来这就是那种能隐身的四合院 我们跟随院落的主人 从旁边的一条地道进入了这个奇异的邻居 这个院落从顶部到底部有八米深 整个院落由主窑、辅窑、脚窑 共十孔窑洞组成 由于这种院落是开蛙建造于地下土层之中 不到近前很难发现它的存在 因此被外地人称为灰隐身的四合院 而这种院落真正的名称是地印院 印字的本意是地窖 而地印院就是指在地窖中建成的民居院落 王守贤是这座地印院现在的主人 他告诉我们 这座院落修建于乾隆年间 他已经在这里居住了六十年 主管啊 我对这个地印院好像比较有感情 比较好住 在研究了这种奇异的四合院后 刘托研究员告诉我们 这种向下开蛙建筑院落的形式 最早可以追溯到八百多年前 南宋的时候 有一本邮寄 当时也记载了 就平路地区 过去叫属于古代陕州 当时老百姓普遍都是住在第一市的建筑里头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当地百姓修建了这样的院落呢 会不会是这里的土壤非常容易挖掘 这样的建筑形式最为省工省料呢 于是考察队开始在这里挖掘黄土土壤 看能否在短时间内复制出一个地印院的微缩模型 然而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挖掘 考察队发现 这里的表层黄土与其他地方一样 并不容易开挖 土壤量估计能够达到一千五立方米的最高 而当地人告诉我们 修建一个大型地印院的时间 甚至会超过十年 这样的工程量 其建筑难度远远大于地面上的普通民宅 古人不可能是为了省事 才选择修建这样的院落 同时刘托还发现 中国的黄土高原 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黄土沉积区 黄土的厚度往往能达到上百米 在这样的土层中挖掘洞穴 构建民居 是由来已久的传统 但是除了山西平路等少数地区之外 所有的洞穴都是横向挖在山坡上的窑洞 并不是这种垂直向下的坑洞 那么为什么山西平路县 会拥有如此奇异的建筑形式 这种黄土中开挖坑洞建筑房屋的历史 又为什么会延续了上千年 在松软的黄土上 就建下沉式的房屋 为何历经风吹雨打 数百年不倒 其中隐藏着怎样的地理玄机 系列节目奇特的村落之隐形农舍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会隐身的四合院地印院的发现 让专家感到非常吃惊 因为这种院落所呈现的形态与一般的建筑极然不同 流头研究员说 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是在地表向上去开发工界 工人居住 而之所以向上开放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考虑到防水的需要 因为水往低处流 人住的越高 越不容易受到洪水的袭扰 但是这种地印院却非常奇怪 它竟然是向下挖成深坑 人就住在坑洞里 那住在这里的人 难道就不怕天上下雨 水淹大院吗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当地百姓修建了这样的院落呢 此时 村落周边的一个细节 引起了刘波研究员的关注 他发现这里的许多自然生长的植物 都呈现出向东南方倾斜的情况 长点就是这 一年一长风 初一到年中 全年就关风 据气象资料显示 长点镇年平均风速为每秒五米 一年中风力四级以上的天气 接近三百天 那么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长年狂风不断呢 风大的原因呢 主要还是有地形形形的 你看那东边那个山 山脊比较高一些 西边也高 到这中间这一块 突然下山 成了大圈口 原来 张电镇紧邻着中条山 位于张电镇西北的中条山山脊 在这里突然下凹 与东西相邻极顶 高度分别相差七百米和三百米 形成了霞管效应 每年从西北呼啸而来的强劲季风 遇到中条山的阻挡后 就顺着山脉走向 汇集在张电镇后的山脊缺口处 所以这一带是山西有名的风口 这样的发现 让刘托研究员感到 修建这样的院落 很可能是出于防风的需要 为了验证地印院是否具备良好的防风功能 平路线气象局工作人员 用专业的仪器对地印院和周边的风速进行了测试 这个现在的温度是4.8度 就是风速是2.6米每秒 湿度是那个25% 然而当我们把设备放置到第一院的底部时 风速明显降低了许多 看看这风速是多少 现在风速是0.2 第一院底部的风速仅仅是顶部的十分之一 这样的防风效果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 但是当测试人员把仪器放置到第一院的窑洞内部 还发现了更加意想不到的结果 现在的温度是15.1摄氏度 湿度是55% 原来第一院不仅能防风 还能保温和保湿 在初冬季节 屋内温度比室外提升了十多摄氏度 湿度也是室外的一倍以上 这样的测试结果让考察队感到十分惊讶 难道古人正是看中了第一院防风保温的效果 才费尽心思创造出了这种独特的坑洞式民居的吗 它是一个生活的居住面 在地下将近七八米 或者达到十米深 这样它非常形成自己的一个小气候 温差非常小 利于居住 尽管我们发现了这种坑洞式民居防风保温的优势 但专家认为 这样的结构在使它具有这种优势的同时 也存在着巨大的隐患 一旦暴雨来袭 第一院很可能会因为地势低洼 而汇聚大量的降水 而第一院本身的黄土结构 也很可能因为被雨水浸泡而产生坍塌 这对于居住在院落中的人可以说是祸从天降的灭顶之灾 但千百年来 这些院落却历经风雨 依然坚固不倒 这其中的奥秘又是什么呢 我们期待着能有一场大雨 能让我们见识一下第一院的神奇功能 在我们到达平路的第三天 一场中雨与我们不期而遇 与钢亭考察队立即返回地印院 想实地查看一下这个院落 能否承受住大雨的考验 接近老王家时 地面上满是积水 泥泞不堪 这让我们不禁有些担心老王家的窑洞 然而走到老王家窑鼎 我们看到的竟然是十分干爽的地面 为什么窑洞顶部会没有积水 这其中又隐藏着怎样的奥秘呢 为了让我们了解窑洞顶部的排水情况 老王挑上来两桶水 当水倒到窑顶之后 我们发现 原来第一院的顶部修建了一个坡度很小的缓坡 所有的水流都沿着这道坡 流到了窑洞外侧的排水沟里 老王告诉我们 为防止雨水对洞顶的浸泡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诀窍 每次下完雨 都要用十碾子 把松软的泥土碾压瓷石 一碾压以后的光滑又坚实 大部分水顺着一个坡度 马上就会排泄掉了 但是 处于窑顶高位的水好排 而地下院里的水又如何排出呢 慢点 这也很深 有一个三丈多了 三丈 那就十米了 老王说 每一个第一院的中心都有一口汗井 这口井平时没有水 是专门用来排出下雨时院内积水的 而流托在研究了汗井结构后发现 平路地区的地下水位一般在三十米以下 这口井离地下水层还有二十米的距离 因此每逢大雨 坑内的积水 就会流到汗井中 然后再向地下水层慢慢渗透 从而避免了第一院底部积水的危险 把防风 防水 保温 保湿等诸多的功能进入一身 这让我们不得不佩服这里的先民们的聪明材质 专家推荡说 这种院落与陕北常见的窑洞一样 都是由于这一带属于黄土高原 大型的木料十分缺乏 在交通运输不发达的时代 又很难从外地运进大量的建筑材料 于是当地百姓就逐渐在黄土层中挖掘 创造出了这种民居 但是在面积达到四十万平方千米 在世界黄土分布百分之七十的黄土高原上 为什么其他地方都是山坡上开掘的窑洞 而这里却是平地向下挖的这种地印远 酒鬼老坛富与乡 提示您精彩继续 奇特的地下寺和院路 秘密竟然隐藏在墙体之中 沟河纵横的黄土高原 会带来怎样意外发现 西里古墓奇特的村落区隐形农舍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刘托研究员在对张电镇一带的地形 进行考察后发现 这里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的台原地貌 地势相对平坦 因而缺少可供开挖靠牙式摇动的牙壁 这是这里的居民不得不在平地挖掘 第一院的主要原因 但是在仔细测量了这些第一院的高度后 刘托研究员仍然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他向我们介绍说 一般而言 越靠近底层的黄土 结构越致密 形成的窑洞也越坚固 不易垮塌 而越靠近顶层的黄土 结构越松散 也很难挖掘出坚固耐用的窑洞 这就是为什么黄土高原 所有的靠牙式窑洞 都挖掘在山脚或山坡的原因所在 但是 这些宽大的地印院 却开启在相对松散的 表层黄土中 从理论上来说 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 这里的表层黄土中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奥秘呢 为了彻底揭开 地理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多年从事黄土高原地址灾害防洞的相关研究 进入第一院中 严均平教授立即对这种特殊的院落展开了考察 你看这个 这个窑洞的顶部 自然土面大概也就是个不到两米 一米多 都是在表层这样一个厚度 在表层黄土中 能够建成如此规模的房屋 这使得严均平教授十分惊讶 他推测 有可能是这里地处黄土高原的边缘 原有的较为松散的表层黄土 大部分流失了 使得下层较为坚硬的黄土 突入地面 然而 当考察队走到村边 进入一条沟壑时 严教授寻找到两处较为典型的黄土护面 经过对比 严教授有些惊奇的发现 这里和黄土高原的其他地方一样 原有的表层黄土并不缺失 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 最少那个红尘能看到了 那个红尘之上 实际上我们判断应该是马拉黄土 红尘以下就属于雷石黄土 刚才我们实际看到了 好多第一个月的窑洞 就在那个红尘以上 严君平教授向我们解释说 马兰黄土是一种结构疏松 孔系显著的表层黄土 形成于距间十万年至一万年之间 而下层的黄土 在地质学上被称为 离石黄土 是一种形成于距间一百二十万年 至九万年之间 结构紧密 直立性较好的黄土 由于离石黄土形成时间早 直立性较好 因此黄土高原上的居民 绝大多数都会选择 在这种略带棕红的黄土中 开挖窑洞 那么 为什么这些地印院 明明建筑在松散的土层中 却能历经数百年 而依然坚固稳定呢 在一处裸露的墙体土层里 严教授发现了一些 形状怪异的白色石头 这个料浆石我们叫钙浆盒 它的密度还是非常大 原来 这些白色的石头 是一种俗称料浆石的钙质结合物 这种石头 因其形状酷似人们常见的生姜而得名 由于含有大量的钙质 因此 它的硬度和密度 都比周围的黄土高出很多 那么有这样的结合呢 撒落在这个黄土层里面呢 就增加了这个 靠塔蟹这个能力 就相当于我们 水滴制品里面呢 我们有时候要放些钢筋 有时候要放些小卵石 小石子 那个就起一个 骨架 支撑的作用 严教授告诉我们 正是由于这里的表层黄土中 混入了大量的料浆石 使得整个土层的平均硬度和密度 都有所增加 于是在这里 才形成了第一院 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 那么为什么整个黄土高原 约40万平方千米的区域内 唯有平路线的千层黄土中 分布这么多的料浆石呢 盖丝 像丝纹一样 它也是种盖 也是下雨过程中 它就风散在这里边 也是一个凝结盒 慢慢就快 这是一个小的 早期形成的盖结盖 这也有 这也有 后来在 连温过程中 这又越来越 把自己的包起来了 然后越包越大 所以它这块 说明这个 但是这块气候 非常实用 严教授在分析了平路线的 地理气候特征后发现 这里位于黄土高原 东南的末端 西北地区的 粘降水量 仅为200毫米左右 而平路线的 粘降水量 达到了550至800毫米 相对丰沛的雨水 渗入表层疏松的 马兰黄土中 使得土壤中原有的钙质 在流水的作用下 形成结合 而结合一旦形成 更多的钙质 又会不断的聚集 最终在看似疏松的 土层内部 形成了大量 坚硬的 料浆石 地印院 这种传说中 隐身四合院的 地理奥秘 被专家解开了 虽然这里 没有广袤 富饶的田野 没有高大 茂密的森林 但是却拥有一种 与众不同的黄土 这使得生长 在地方土地上的 新民们 能够顺应自然 创造出这种 别具一格 有低碳环保的 民居建筑 今天人类已经 进入了高度文明的时代 钢筋水泥的建筑 正在地球的 每一个角落 以惊人的速度 在无限的扩张着 然而当我们走进 地印院 走进这一延续着 人类早期 学居形态的 古老建筑 我们能够触摸到 文明的脉搏 感受这一方土地上 鲜明的智慧 它带给我们更多的是 启迪和思索 因为地印院中所蕴含的 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和物我一体的自然观 2006年 地印院窑洞 营造记忆 被国务院公布为 第二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明路的项目 这种与黄土高原 南部边缘的地理环境 密切相关的建筑形式 正在得到抢救性的 保护和传承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 地理生活节目 我是生村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